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欢迎收看今天的多空奇盛 那么今天加圈指数再度的写下波段新高 从季限起涨到今天为止 上涨了8个交易日 那么昨天特别告诉大家说 大盘的指标已经化解背离 那么今天的台股成交量 立刻放大到1055亿 那么上涨30几点的过程 其实我相信今天很多人在看电子股 真的是有时候我觉得 真的投资朋友真的很可爱 那我昨天在看盘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心里面真的是有感而发 因为很多人在学技术分析 那么很多人在学整个量价线结构 或者是在看国际股市的时候 我完全都摸不着头脑说 为什么这一波台股可以这么的强悍 那我昨天特别提醒你 我说如果你喜欢去讨论指数 今天大盘创新高 然后涨到第8天 我相信又会有人跟你讨论 清明节要不要变盘 那我只是 我只是每次在听到这种话题的时候 我都说如果你去想这种东西 真的是很浪费时间 因为你应该把所有的时间花在思考上面 而不是去听盘面上什么人去讲什么样的东西 是你觉得是OK的 就比如说这一波 我认为台股创新高 我认为台股创新高 那么如果你占多空方 其实最有争议的点是这一区 最有争议的点是这一区 而不是这一区 为什么 当指数往上创新高 你说台股背离走高 今天他也补量了 对不对 所以你在多空征战的过程里面 这一区是最有疑虑的 这一区是最有疑虑的 但是你看到今天大盘往上创新高 如果还有人告诉你说 这个是一个空方的盘 我是觉得这样很不可思议 因为如果你认为这边是空方的盘 那么就要有很多的证据来辅助你 但是我认为说 如果你长期看我们的节目 你应该不会听这些 这些是是而非的解盘 因为你要台股出量 他也出量了 你要他创新高 他也创新高 你要指标过高 他也过高了 当他什么都做到的时候 你反而开始在讲说 那个股王创新高可能是景讯 有时候我觉得真的是 听到这些分析 觉得蛮可爱的 投资人都会去反映这些给我听 那我听了听 我也给他们当参考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懂大盘 你必须要懂结构 不是吗 所以我希望你花更多的时间在思考 因为这是我所崇拜的 安德烈克斯托安尼讲的名言之一 他说只要是股票市场里面 证券交易所里面 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 不会让我激动 就好像有人在跟你讨论 要不要变盘 那个不会让我激动 我不是在找讯息 而是在发现讯息 为什么他讲这句话 其实提供你做参考 你每天在 不管是看消息也好 听别人解盘也好 你有没有想过未来会怎么走 然后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你可以赚到钱 这个才是最要紧的 今天大盘 从上个礼拜一开始起涨 见低点之后 连续拉了八天上来 我想请问各位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真的赚到钱 这个才是重要的 如果你讨论指数 讨论个半天 结果人家问你说 你占多方 那你大盘创新高 你什么样的股票 往上冲新高 如果你达不出来个三支五支 我相信你会觉得很失落 因为你明明看对 或者是你看某个人 你就好像你听我的解盘一样 你很信任我的解盘 然后你也知道 回这季线之后 电子股转强 电子股转强之后 不用预设立场 因为电子股是主流 它会带你大盘往上创新高 当你得到了这么多的结论 而且你都认同 那你就要去想 我手上的股票也没有创新高 我可以很自豪地讲 3059华新哥 昨天创新高 那你呢 所以我们在看盘的过程 我通常讲到的事情是 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 就像我们节目中 虽然只有二十几分钟 但是我讲出来的每一句话 我都认为值得你去做思考 因为这关乎着你未来的操作 不是吗 所以回过头来 我今天看到两则新闻 我觉得蛮感慨的 都没有人在讨论 第一个中国的物联网 这个是大陆官方的宣称 已经进入实质启动的阶段 大陆已经开始在启动 从人大会议之后决定 到现在为止正式启动 物联网已经可以投入实质的操作了 从之前2010年的概念 到现在开始准备落实 那物联网相信很多人听赵宗森先生讲过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商机 他也在思考 思考什么 当台积电这些制程已经到达 快要极致中的极致的时候 他下一步要做什么 连他年纪这么高的人 你说他考虑这些做什么 以他的身价来讲 他可以现在就告诉你 台积电我已经做到极致了 我的股价还原权值也创历史新高了 那么我可以工程升退 可是问题是台积电董事长 他并没有这样做 他反而告诉你 我下一步我要带领我的台积电去做什么 不是吗 所以他花很多时间在思考 正如同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在思考一样 一个有成就的人 他是绝对会花很多时间去想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认为说 当这篇消息出来 我的感慨是什么 如果你认为这是台湾的机会 那我认为要赶快地做把握 或者是我们一直在讨论那些有的没有的 那就是你继续保持落后 我们已经从4G落后 5G落后 光纤落后 FTA落后 很多东西通通都落后 到现在为止还在落后 这是我的感慨 那我也想说 当然有为者亦落势 有为者亦落势 应该有商机可以让我们去赚钱 来 第二篇报纸 也是关于物联网的 来放到这边 2020年 联网的装置将增加30倍 这个叫趋势 因为供应链开始变身了 这个也是有关于智慧装置的新闻 我也希望你去读 因为当一个趋势在发生的时候 它不会一天就告诉你我到顶点了 它是慢慢地在做转换 正如同我们在看基本面的过程里面 我今天由这个东西下去做发想 其实后面也包含了股票 那重点是在于说 你在操作的过程里面 要如何去掌握节奏 你记不记得我们在上个礼拜一的时候 大盘见波段最低点 8508点 我们当天就直接讲 如果你是因为非政治 非经济的因素 去把股票砍在低点 我会觉得很可惜 因为老牌的电子股告诉你 它领先突围 不是吗 后面到了礼拜五 大盘连续涨了 那么创新高之后 你没有发现 其实如果你在礼拜一思考一点 跟礼拜五看到的盘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是吗 所以当昨天大盘往上再拉 今天大盘往上再创新高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对耶 大盘它并没有做休息的动作 而是它是以创高的模式 在往上做进行 所以今天台股上涨32点 成交料是1055亿 它只告诉你一件事情 连涨8天会不会清明变盘 我直接告诉你标准答案 现在大盘跟电子的周线是多方控盘 所以我认为变盘的几率不太高 变盘的几率不太高 那什么叫变盘 我相信这是一个大方向的转换 那这一波我们在讲方向讨论的过程 大家应该记得很清楚这张图卡 我在解踏盘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已经告诉过你标准答案了 3月20号礼拜四 我说前一波回撤季线直接往上攻 为什么 因为这一段叫利空 直接V转站上季线 测季线 测完季线之后再创高 我当时也讲台股会走这样子的模式 会往上攻新高 对不对 事后你也证明 真的来到季线附近开始做反转 后面直接创新高涨7天 所以我常常讲 预设立场就是错失行情 这个点很紧张 我知道你也知道 但是它的设定跟我的设定是一样的 电子股开始转强 所以我直接告诉你 还是会涨 不是吗 今天台股往上涨第8天 创波段新高 由于股王开始做争霸 量也补出来 那代表什么意义 代表指标量价全部创新高 这个盘它还没涨完 还没涨完 那重点在于哪里 重点还是在于电子股 我相信我们把整个组组 拉回来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投资朋友 尤其是看我节目 超过两个月以上的 都觉得有的是很高兴 那有的是很失落 失落是什么 有些人在看我们解盘的过程 当我讲出一个大方向 他们没有在第一时间点 做持股转换的动作 或者是持股做一个调整的动作 那么错过那个时间点 一直延续上来 一个月也好 两个月也好 都发现他们错失了很多行情 当我们再说 资金focus到电子股 我相信还是有蛮多的投资朋友 会把资金parking在 传产股或者是金融股 那你一个月两个月过去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真的今天价券指数创新高 电子指数又创新高 可是问题是 为什么手上的传产股 金融股都没有涨 所以这是我昨天要告诉你 其实我来不及讲 但是趋势它不会改变 除非我看到重大的转折 要不然你记不记得 我从元月5号开始讲 电子股指纹 才是台股指纹的关键 后面三个缺口上去 我说这个叫真主流 123 即使拉回我告诉你 它一样会创新高 后面补完缺口 后面三天一创高 当时我还讲过 很多人在疑虑 这个电子股没有量 创新高叫贝离 对不对 我说老牌电子股滚量补量 就可以把量给补出来 这个叫多头可用之兵 事后你也证明 真的电子指数创新高 今天再创新高 每个人都在讨论股王争霸战 为什么 3658的汉维克 亮灯直接涨天板 对不对 指标也准备创新高 亮也补出来 那如果你问我 徐老师 这样子电子股从际线 一路涨到这边来 会不会涨太多 我说会不会涨太多 要看你的格局有多大 你的格局有多大 你记不记得我之前 在讲电子指数 我通常会习惯投资朋友 你真的想要做功课 真的想要赚到大钱 你不要去看日K线 你所有的股票 包含类股 包含个股 包含大盘 全部从周线开始看 因为这个东西会代表一个大趋势 我在2月21号提过 电子股是三角收链 而且整理两次 整理两次 后面当电子指数创新高 我说这个叫正规君 这一波来真的 这个点会过 后面整个指标往上做翻扬 我说已经确认多方控盘了 不要去看空 今天大力光再创新高 电子指数再创新高 从2月5号 2月26号 到今天大力光 写下新天价 1535元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当大力光四天两天 涨天板的时候 你要的是思考 不是害怕 我当时的思考点是什么 当大力光四天两次涨天板 正规君在动 他告诉我一件事情 电子股是来真的 可是你回头过去想 如果在2月26号 大力光四天两根涨天板 一般的人就会告诉你 台股又看到千元股王了 那个高价股量的涨天板 绝对不是好事 有嘛 你应该会听到类似的话 那我试着请问你 当下下这个判断 讲出来的话的人 跟我当下思考完毕 跟你讲的话的人 哪里不一样 不一样就在于说 今天你回过头来看 这些高价股 是不是一样在创新高 对 这就是大结论 所以 我要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的是 你要去思考的事情很多 重点是在于 你如何做操作 当然现在台股创新高 我讲一句内心话 真的对做多的老师来讲 是很痛苦的事情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每个没有参与到航线的人 都会问我同一个问题 还会不会涨 我说大阪还会涨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那要买什么股票 如果你有这两个疑问 第一个疑问我帮你解决了 第二个疑问我来告诉你 你要买什么股票 续下之后 我马上回来 第二个疑问我 才系真富有 相邻存清 存位若成 8521-8808 专业的研究团队 老师犀利的见解 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给您最中肯的建议 给您最明确的方向 选择高薪 让您放心 选择高薪 让您坐拥高薪 高薪头裤 是您唯一的选择 022-2717-5567 022-2717-5567 专业的研究团队 老师犀利的见解 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给您最中肯的建议 给您最明确的方向 选择高薪 让您放心 选择高薪 让您坐拥高薪 高薪头裤是您唯一的选择 022-2717-5567 022-2717-5567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儿牙 儿牌气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学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有了儿牌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 来用 来回到现场 送给大家这句话 股票市场里面 你要的是思考 如果是证交所里面 所发生的任何的事情 人尽皆知 这个不要令你激动 这个也不会让我激动 你要去做的事情是什么 你不要去寻找讯息 而是要发现讯息 正如同我们在讲 大盘或者是类鼓的时候 你要讲的东西 是你思考出来的 而不是用猜的 然后你按照你的思考 跟你的规划下去走 这个盘到底 跟你想的一不一样 如果条件都符合 那么你就有机会 在这一波的行情里面 赚到大钱 我讲的是大钱 来 兵法云 善公者动于九天之上 这是讲市 趋势的市 所以当多方式的时候 不要偏空思考 当空方式的时候 不要偏多思考 这讲出来大家都会 但是实际上 如果你今天心里面有一个疑问 这个大盘会不会长太多 这就是疑问了嘛 对不对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 那表示你还没有完全运用 你自己所学 我完全的运用我自己所学 来 3月28号 大盘还没有创新高 电子指数创新高 我说时间空间多方控盘 指标已经过高 量价做突破 不要预设立场 这个点一定会过 因为动的叫正规军 因为今天动的 一样叫正规军 大立光再写天价 1535元 我已经讲过 大立光的意义在于哪里 不是在于价格 是在于它所代表的意义 古王争霸所传出来的讯息 是什么 一个叫攻击讯号 一个叫让出空间 一个叫掩护出货 如果古王古后同步创新高 其他的高价股没有根 这个叫掩护出货 那如果古王古后休息 其他的高价股再涨 这个叫让出空间 让其他的股票涨 如果古王古后同步创新高 其他的高价股也在根 这个叫攻击 所以今天高价股你看起来 不就是攻击吗 攻击到什么时候为止 我昨天有讨论过 对不对 国泰金的历史天价 1975块钱 有没有机会 电子股里面有人也去挑战 我很期待 但是你不要当那件事情 假设它真的发生的时候 才来问 要不要买电子股 这句话就会让我觉得很失落 我希望你现在就行动 来 大力光为什么很重要 四天两根掌停板 如果当下你看到它K线 你会认为它涨很多 后面创新高你会认为它涨很多 后面我又会告诉你 人家索码 对不对 昨天1500块 多跟不多不是你决定 是控盘者决定 买一张大力光1500块 等于你去买10张 150块钱的股票 部位大的人他想的不是价格 他想的只有一件事情 我买下去会不会继续涨 如果会 他就会买 所以你要站在制高点来看 所有事情你都一目了然 大盘我讲过 四月的主轴是老牌电子 那么你知道吗 既然高价股在动 你就要去特别留意 低档转强的股票 刷在天上的3008大力光 你拉去飞就好 可是问题是 大力光创新应该就代表 高价股要动另外一波 这叫趋势 来 今天有一支消息 你要注意看 高清手机面板月主流 估今年出货7.4亿片 面板四虎出货冲高 这是今天有关于面板产业的 但是你要去注意 我不是叫你去买面板产业 我是告诉你 既然显示规格大要进 这些高清的面板都必须要什么 必须要一颗晶片去驱动它 去让它更漂亮 所以EDP的技术 当然是落在什么 4966普瑞身上 昨天普瑞发了一个消息 他推出两管新的晶片 PIMI晶片 满足界面转换的需求 这个新的晶片 可以为普瑞接下来 营收上面再度的做贡献 所以你或许会觉得说 徐老师普瑞之前讲过 我说对啊 但是如果没有长完 是不是拉回要把它接回来 我第一段讲是240 后面268我出清一趟 我260做接回 这一天打到跌停板 我说趋势没有改变 对不对 现在4966又拉上来了 来 普瑞 今天收在哪里 257 你说徐老师 你买260现在257 你小套三块钱 我说对啊 我小套三块钱 所以我告诉你 我不是省 他要打双底 我本来没有预测到 我认为14线月线就该已经守住了 他又下来洗盘一次 那就是筹码更干净 新的晶片会不会贡献营收 我认为有机会 下降反压线一旦过 我认为就是另外一波行情的起功 以技术面来讲 以技术面来讲 当然在高价股这些方面 我们说过了 集中火力做操作就好 那回过头来讲 大部位置金在操作的 当然是量大好进出的股票 普瑞就是啊 然后呢 这一档股票 3630新聚一科 第一档转强 后面70块我直接告诉你 可以做布局 你有没有发现 真的 布局的过程 昨天量缩做拉回 我说强势股沿着短均 往上做攻击 昨天在75块半 对不对 来 今天收在76块半 你说 徐老师真的 他手稳五日线之后 开始再往上走 我说 你在看股票的过程 如果趋势没有改变 他是不是原理的五日线再往上走 那如果不小心 因为他今天停资停卷的最后一天 明天开放融资卷 尾盘230张进场做卡位 技术形态 基本面都满足你的需求 量大又好进出 但是问题是 你敢不敢出手 这就在乎着你的操作的节奏 跟你操作的看法 如果你认为这档股票是好的 来回做价差 不是吗 我就再举另外一档例子给你听 3059华金科 我在19块钱讲的时候 我相信没有人了解他 后面连续拉了34根掌停板 每个人都懂他 我反而在30块150卖掉 回到季线又没人理 我反而告诉你 我要去买第五次 真的进去之后 技术面转强 昨天创新高 对 需要是 怎么在这边都没有人在讲 这边你讲之后人家都在讲 股票市场 去解已经涨停板的股票最简单 已经大涨的股票你去解最简单 那今天华金科怎么看 注意看来 放在这边 昨天很有趣 昨天到盘后有一个巨额交易 成交了1.3亿 尾盘 这是盘后盘巨额交易 技术形态压回到五日线 量缩 如果公布的营收符合我所预期 那么昨天的巨额交易就有意思了 有意思了 当然我也知道 很多人在这一波的行情里面 你错过华金科第五波的买点 你错过新巨科起工的第一个买点 昨天亮说拉回你又不敢买 你有这么多的理由不敢买股票 原因就只有一个 你想买在波段起工点 而且是跟我们旧会员一样 布局在波段的最低点 一起要赚钱的 那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我帮你准备了一档股票 我今天在讲华金科周线 我说一转三 出生段转主生段 对不对 后面出生段转主生段 涨了85个percent 我找到类似的股票 我也希望你来参与 这一辆股票出生段 拉回来 有机会供主生段 为什么 来放在这边 他是国内的机壳大厂的子公司 他是这个族群里面的获利王 2013年EPS高达5块5毛2 目前亮说做整理 一旦往上做突破 后面他就是什么 主生段的展开 基本面 技术面 消息面 全部都是正向的 只等待发动的第一天 你来上车 有兴趣跟我们参与 光辉四月的波段行情 利用这个专案 跟我们线上注理 做联络 我们明天一起赚 掌停板 祝贵操作胜利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冷气外泄 全非不见 专业的研究团队 老师犀利的见解 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给您最中肯的建议 给您最明确的方向 选择高薪 让您放心 选择高薪 让您坐拥高薪 高薪头库是您唯一的选择 0227175567 0227175567 我是赵小龙 有好教育 才有好国民 有好国民 才有强盛的好国家 新闻手环 静下平衡 增值金专 问你多数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